现在走左侧35B出口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懂买买这期视频跟大家来聊一聊 56000块钱的FSD三年免息分期该不该买 这两天呢特斯拉推出了一个活动 在4月30号之前你要是买FSD的话 它可以给你提供免费的三年免息分期活动 就好几位同学给我发私信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出手了 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 你都购买了特斯拉 尤其是你买摩托三的车主 你都对特斯拉的造车工艺 造车质量这个水平你进行的妥协 你对特斯拉的空间 尤其是后排空间进行的妥协 你对特斯拉的NVH 就是行驶的品质感进行的妥协 你图的是什么 你图的当然是特斯拉领先于别的电动汽车 所有的智能驾驶的功能了 这个智能驾驶的集中体现是什么 是FSD所以你一定要买 56000块钱的FSD三年免息分期 每个月还款1555 425入一下就是不要钱 同志们当然得赶紧买了 那这期视频我就花一点时间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FSD到底具备哪些功能 首先如果你不买FSD的话 你只有基础版的autopilot的功能 这个autopilot只能进行 前车加速你加速 前车减速你减速 道路如果有转弯 前车跟着你跟着前车一起进行转弯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功能 当你购买了FSD之后 当你需要打灯变掉的时候 你只要拨动转向感 在autopilot的模式下 车辆会自动判断 这时候是不是可以变到 它判断意见是地面上的标线是否是虚线 以及车辆在盲区的过程 那个里面有没有一些不让你变到的车辆 那所有一切条件适合之后 autopilot会非常帅气的 自动把车给它变到过去 并且这个过程非常流畅 变到完成之后 还会自动帮助你把这个转向灯给它回过来 那autopilot的这个自动打灯变到 做了这么多年之后已经非常完善了 基本上各种路况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是FSD 你一定要买 这是对你自治厂辅助驾驶进步比较大的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倒车功能 倒车功能可能对一些倒车不太好 同学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倒车它是不管你是飞自行的车位 还是路边侧范位停车都可以使用 但是这个达成的条件 需要你开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然后靠近这个车位 然后车辆会监测到这个车位 这个车是可以进去的 这时候你按照页面上的操作 你就开始进行倒车 这个倒车的方向盘跟刹车 你都可以不需要控制 它可以自动完成的 在理想情况下 autopilot的倒车 是可以让你正确入库 然后取得比较好的感觉的 包括官方的宣传片 其实倒车的距离什么的都刚刚好 对吧 但是你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你会发现倒车 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可靠 有的时候车倒到外外扭 有的时候车是以一个斜着的方式 停在地车库里头 甚至对于人类驾驶员来说 很容易进去的侧范位 往往倒不进去 所以在倒车方面 目前特斯拉表现并不好 甚至是远逊于 比如说国内造车新势力小鹏 他的倒车 小鹏的倒车 其实可以人不在车上 让车自己倒回去 而且表现状态还不错 在他们即将要开卖的P7上 甚至P7具备去描绘 整个停车场地图的能力 所以这一点方面 特斯拉在倒车上 其实是远不如国内的 这些造车新势力的 所以这个功能 反正表现的不太好 但是它有 如果你正常的autopilot 你就没有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头戏 叫NOA Navigation on Autopilot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使用车载导航 导航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这个道路中 包含一段以上的封闭道路 比如说是环线 比如说是高速公路 这个时候 这辆车辆会在你的控制下 进入这个NOA状态 进入这个NOA状态之后 这个车会自动的 进行变道自动的超车 这一切都是你设定好了 就是这个超车 以及变道的时候 无需你去确认 就自动变道 自动超车 自动进入渣道 那理论状态下 它表现好的时候 这个表现是非常棒的 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尤其我国目前的高精地图 以及各个方面 特斯拉技术不精吧 等各种各样原因 它会出现很多 有一定风险的操作 比如说它超车的时候 出现反复犹豫 早期的时候有化龙 那最近不化龙了 超车的时候 进行了反复的犹豫 并且以非常快的速度 进入车道 甚至有时候把服务区 那个最右侧的一条线 判断成一条车道 去开着开着 自动开进的服务区 这是NOA目前表现不好 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 尽管如此在国内外 所有的造车新老实力中 也只有未来表示 今年会发布一个NOP 应该就是类似于NOA 这样的功能 就是说特斯拉发布这个功能 虽然它做的不行 但是它是独一不二的 至少目前来看 所以这个功能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我觉得还是值得你去体验体验的 虽然说这个体验 可能有时候给你不好的表现 但是矮子里拔胶冰吧 对不对 这是特斯拉目前还有的一个功能 再有呢 就是召唤功能 召唤功能分两种 第一种的是普通的召唤 就是普通的吹气召唤 这种比较简单 比如说你停到了一个车位中 这个车位两边比较狭窄 这时候你通过手机APP 或者说你单独买了一把车钥匙 你去通过仪器的操作 可以让车 在这个狭窄车位中前进或者后退 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你停了一个车位 然后周边比较窄 你上不去了 然后你通过前进后退 让你自己上去了 这个使用的并不多 主要就是因为Model 3 其实这个车已经比较小了 很少有车位 Model 3都窄 你想如果Model 3停进去都窄的话 别的车是停不进去的 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比较罕见 另外一种就是大家玩的比较多的 叫智能召唤 智能召唤 就是比如说你在你的门口 对吧 在地面的停车场上 你站在你的位置 在网络连接良好 然后停车场标线良好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通过长按手机上的召唤按钮 然后让车召唤到你身边来 在它一切表现正常的时候 召唤非常帅气 真无人驾驶 看着你身边来 对吧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召唤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比较常见的是 召唤到一半的时候 网络丢失 比如说召唤的方向直接判断错误 比如你在车的右边 他应该向右打方向 但是召唤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直接向左打 然后向左打之后 他发现自己走错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倒不回来 所以召唤就被强制停止 或者说 比如说车要求前方有定的进空能力 正常人类驾驶员 可能一把方向就可以转过来的 他会反复的进行倒车这样扭转 所以会给人召唤一种比较不好的体验 但同样召唤这个功能 目前也仍然只有特斯拉一家做出来了 所以特斯拉做的体验不好 但是别人没有 所以这也是FSD一个 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炫的功能 最后FSD还有一些 目前在国内没有推广 但是在海外 比如说在美国已经推广了一些功能 就是FSD preview里面 它已经可以正确识别红利灯 再stop sign一下停下车来了 这个功能主要是依赖于 首先依赖于是GPS GPS告诉了车机 这个地方有一个红利灯 然后再依赖于特斯拉自己的视觉判断 去识别红利灯 去识别stop sign 然后正常停下来 这话不是我说的 这话是推特上面一个很著名的 就特斯拉的一个白帽子 对吧 应该叫绿神 他说的 所以这跟我们往往以前说 马斯克所表达的 视觉方案吊打一切 有稍微有那么一点出入 可能在目前早期 即使如特斯拉这样的水平 他也做不到单纯依靠视觉 所以他还是一个GPS 优先的一个识别方案 但是这样的东西 到国内来可能就会更难了 首先国内要给他提供一个高精地图 这方面存在一定的门槛 虽然特斯拉目前跟思维图形合作 做这个底层核心地图 对吧 但是什么时候能给到他 不好说 那国内是有一些消息 说准备第四季度 知道国内也能让这个车 识别出红利灯 我觉得识别出红利灯 就需要满长的一步了 然后依靠红利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Full self driving 我个人是觉得今年实现不了的 经过马斯克 不过马斯克这个人 你知道的 他反复的说什么 今年一定会实现的 今年无人自动驾驶车队都会实现 虽然自动驾驶已经跳票三年了 从17年就开始叫 但马斯克一直都这样 然后所以就延伸出下一个话题了 FSD会不会降价 首先我跟你说 FSD既然推出了免息分期了 那证明什么 证明特斯拉最近缺钱 最近特斯拉穷了 所以在4月30号 这个免息分期结束之前 FSD一定不会降价 以后会不会降价 不好说 按照马斯克的话是这样的 那个FSD每推出一个功能 我们就涨价1000美金 但是你知道马斯克说的话 从来都不算数 就是他说 他还说国内不会生产长续航 他还说 这个performance版本的 Model 3不会突然降价 都没有用 这个工厅会只会到达成量 就马斯克所说的话 都是紧对他当前现状服务的 所以以后他说的所有事 你要看他做了什么 而不是他说了什么 所以马斯克说不会降价 但是也不排除以后会降价 毕竟FSD这个东西 去年3月份的时候就降过一次价 但是降了一周 降完一周之后 然后又涨回去了 今年行情不好的时候 不排除马斯克就会真的降价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 你选择了Model 3 还是那句话 你追求它的智能 虽然它智能做的不怎么样 但是别人很多工程是没有的 所以你该花这5万6千块钱 把它选配了 并且三年免息 这个价格还算比较合理 好 这是本地斗外买的事情 关于特斯拉FSD 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解析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这个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 订阅斗外买卖的 头条B站微博 以及YouTube对我自己的账号 另外如果是YouTube的同学 除了订阅我之外 还建议点一下别样的小铃铛 这样我的视频在更新的时候 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